我们说当年澳大利亚人的1770年的时候 拿树皮用来做盾牌的 那他们的武器什么样的 我们来可以看一看 看见没有尖头的能插能拍能砍 这些扁的呢是敲打用的 上面这更好玩了 见过提鞋把子吗 像不像 这个东西呢圆形弧形的 能砸能砍能拍也能削 更好玩的 这就出现了带圆弧的东西 叫什么呢 叫回旋镖 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那飞去莱西啊 当年澳大利亚人还依靠的另一些武器都是这样的 您注意看这些武器没有一件是金属的 为什么呢 那时候他们呢还没有啊 学会野链金属1770年是不是不可想象 那澳大利亚土著呢 就用这些东西把很多大型的有带类动物全部猎杀没了 不过呢1770年欧洲人登上澳大利亚大陆的时候 你拿这些东西来抵抗的火枪火炮是不是做不到 这又一次说明了 人类之间啊 必须得有交流 有交流才有进步 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 优优独拍摇 谢谢观看